大家好,我是张大毛 最后呢是我的昂克威 自从买了B型房车 昂克威一直停在车位上吃灰 有十几天没有开过了 昨天和小韩商量了一下 小韩觉得这辆车停在这儿有点浪费 就是想把它出掉 确实停在这儿占了一个车位 然后每年还要给它买保险 所以出掉就出掉吧 以后房车玩腻了 还可以卖了再换回来 对吧 接下来就跟大家聊聊这辆昂克威 首先车呢 是我在2016年5月份买的 车子大概有六年时间了 带大家到里面看一下 首先这辆昂克威呢 经常看我视频的都知道 陪我走过了很多的地方 目前时表是7.8万的公里 四条轮胎呢 都是新的胎 都是新的 刚换的 包括7万公里的时候 给它做了一次大保养 变速箱有 花动机清洗 发动机 该换的都换了 花动机没换 就是一些 7万公里左右 大保养 该换的都换了 车子呢 是圆满圆期啊 整体都是 圆车 圆车的 没有换过 就是有一些小刮蹭 之前 这 这是小凡开的 倒车 倒到了三轮车上 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印了 我也没去动它 还有就是 车的四周 有一些摩擦的痕迹 你看在这面 找不到了 反正有一些 正常行驶的痕迹吧 在这 在这 车子的目前来讲 没出过任何一次的问题 还是挺省心的 在路上 之前这个地方 也被蹭了一道印了 然后 对方出了保险 上了4S店 整体换了 就蹭了一道印子 我觉得那道印子 不太好修复 然后就去换了 整体换了 就换了这一块板 我的车呢 是没有出现记录的 到车里看一看 有点乱 因为停车时间太长了 太热了 这边 太热了 太热了 可以看到是7万9千多公里 等启动开 我平时也挺喜欢改改一些车里的 使用的小配件的 你看我改的这个抬头显示 虽然不值什么钱 但是很方便很实用 你在开车的时候 不用盯着这边了 不用看这边跑多少了 直接盯这个就可以 实时显示的 特别准 包括 打个转向门 这上面都有提示 然后车子的 左前门开了 它是亮红的 你让我关上 那它就没有了 这个小车 我把这个关了 我一打开 它又亮了 很实用的 这个小配件 这个也是我后换的 原车是没有的 车子是16年领先款 它是没有这么大的屏幕的 都是后换的 目前来讲 这辆车陪我走过了很多 我觉得 没有一次把我落在路上 整体是黑色的 内饰 精年款 安可威每系车用料 还是不错的 都是能摸到的 都是皮做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皮 我会没上 还有一点 值得和大家唠一唠 这辆车的油耗真的很低 1.5T 正常在城市里 还是8点多的油 如果上高速的话 是6点多的 大家不信的话 给大家看看表现 下面那个8.6 就是平均油耗 我有一个车友群 里边正常的 最低的就是在城市里边开 都开到7点多的油 我这个还是挺高的 1.5T的安可威真的很省油 就是每系车太贬值了 我之前是24万落地的正常车 现在也就值个八九万 还有就是这辆车 新车贬值也挺快的 新车是现在是16万就可以买到 估计有的地方15万多就能买到 所以它二手车一点都不保值 等于我开了五六年 每年都在两万两万的往下丢 也正常 车嘛 毕竟是消耗品 不像房子 有钱还是都买点房子吧 车真的贬值太快了 房车呢还在修理厂 今天估计是出不了修理厂了 明天保养完了之后 给大家详细拍一拍 我变形房车上的一些设备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大家觉得这辆车不错的话 可以联系我 好了就说这么多吧 拜拜